第十题,已知钠的原子量为23,下列叙述何者正确? A,一个钠原子的质量是一个养原子的23倍,这个是错的 我们的原子量定义是把我们碳定做等于12之后 我们的质量与碳原子的质量比定出原子量 所以我们的原子量是23的时候 表示我们的质量是原子量等于1,也是轻的质量的23倍 而不是养原子23倍,选项A是错的 选项B,23个钠原子称为1末,这个是错的 现在1末就是6乘以10,23次方个 所以选项B是错的 选项出,氧化钠的分子量为39,这个也是错的 氧化钠的分子4是NA2O 我们晓得所谓的分子量就是原子量相加 钠的原子量23,那我们有两个钠,所以要乘以2 再加上我们的氧原子量16,也就是我们的46加上16,也就是62 所以氧化钠的分子量是62,不是39,选项诸是错的 选项C,1末钠原子的质量为23克,这个是对的 我们1末,原子或分子的质量就会等于其原子量或者是分子量 所以钠的原子量是23,就表示1末有23克,选项C是对的 第十题问我们说,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,以末钠原子的质量为23公克